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專家指出往年的規律就是冬天的降雨 會填滿歐洲水庫與河道 到了夏天水庫與河水就會漸漸減少 如此週而復始 但是專家近年觀察到水位減少的時間點開始提前 專家看到這個現象擔憂歐洲日後會越來越乾 並預期今年夏天恐怕會面臨另一波旱災 萊茵河流域缺水的同時 大夕陽彼端的美國加州 則遭遇數十年來罕見的大雪 當地政府還觀測到內華達山積雪厚度 是往年同期的兩倍 加州東部內華達山脈上的溶雪 是加州河川湖泊與用水的主要來源 因此積雪越多 夏季也渴望供水無魚 只是這場暴風雪還讓許多民眾受困 目前還有許多民眾依舊孤立無援 還在等外界運送物資給他們 加州當地政府也在想辦法疏通中斷道路 緩解災情 華視新聞楊維靖 誠之學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